我們已經進到了微處理機的後面了 ADC DSE算是微處理機裡面相對比較後面的主題了 那今天跟各位介紹這個Anal to Digital Converter 當然也有Digital to Anal Converter 不過我們舉一例子跟各位講 就可以了 就跟各位講ADC 這是ADC的在我們的板子上面它的硬體的結構 講這個結構的主要目的 是大概讓各位知道一下 它在這顆CPU的內部的設計是怎麼設計的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我們等一下怎麼操作它 所以基本上這是在我們SMT32的板子上面 這顆SoC上面有關於ADC DAC的一些內部的設計 那我們先看ADC 首先這邊看幾樣東西蠻重要的 但第一個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 它的核心就是這邊有一個叫ADC的Converter 這是它最重要的硬體的這個原件 然後就是叫AD的Converter 那這個Converter本身要吃一個 一個高速的Clock 那這邊就是用一個Clock來輸進來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這個Clock可以選好幾個來 你可以選好幾個不同的Source 就是當中它的Clock的Generation 所以這是它的Clock ADC我們上次有提到 它其實就是把一個訊號 把一個Voltage的訊號轉成一個數位的資料 所以它一定要有Analog Input進來 然後各位看到它可以從Analog Input的 第0根到第15根 通過16根 External的Analog Input進來 透過GPIO進來 所以各位有時候看到各位的GPIO Pin裡面有些是A AIO DIO就是Analog Input 那這些被設計成Analog Input的這個點 就可以Config成這個Analog Input 成為這個ADC的這個Input 所以從這邊進來 從ADC的進來 這就是送各位的電壓 所以等一下各位這邊可以接一個電壓源 然後讓這個ADC來做取樣跟轉換 它就可以把它轉成數位的資料 那這個轉換的行為 那除了這個Analog Input的這些Input之外 還有一些內部的一些Input 像Battery 像Temperature Sensor 它本身也可以成為Input 可以進到這個Analog Input 這個原件裡面來 那這個原件什麼時候要Trigger 什麼時候要啟動 請它來做轉換呢 那它可以接受軟體的命令 也可以接受硬體的命令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一些Timer的方法 來產生對它的這個Trigger 就是說我叫你轉 定期叫你轉 所以各位看到這邊有很多的Timer Trigger 可以Trigger它進行轉換的動作 那這個ADC轉完之後 就會把這個轉換的結果 放到它的Data Registry裡面來 就是把它轉換的結果 把它16位的結果 轉換到這個Data Registry裡面來 所以各位可以把資料放到這邊來 那它允許一些插斷性的轉換 就是它有些轉換是比較Urgent的 它希望你趕快轉的 它會特別擺一些 額外的叫Inject Data Registry 用來擺這個臨時 請它轉換的這些資料 所以你會有Regular的轉換資料 也有瞬間請它馬上插進來轉換的資料 那基本上呢 這個資料呢就是各位 放這個轉換結果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Analog Input的一個電壓 放進來 然後給它一個clock 然後叫它去轉 它轉完之後就把資料擺在 那個Data Registry上面 然後你再透過boss一個address 把資料搬回去 所以各位 就會透過一個address bus 它也是一樣 占掉一個很特殊的address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這個資料把它搬回去 所以很簡單 就各位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轉換Analog to Digital的結果 這是我們的A to D的converter 把一個電壓的值 把它轉換成一個數位的 16位元的一個數位的訊號 然後各位就可以取得這個值之後 去做後續的分析 比方說聲音大小 各位就可以把聲音的大小的量 轉換成16位元的數值 判16位元的數值 來判斷它聲音是不是變大或變小 或是有什麼特殊的影響 除了這個資料需要轉換出來之外 它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一個就是它可以產生interrupt 它在end of轉換之後 end of conversion之後 它可以config成 它可以產生一些interrupt 有很多情況在產生interrupt 基本上end of conversion 它是可以config 然後產生一個interrupt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 它就會產生一個interrupt 然後產生對這個nvic 所以各位看這邊 就會有一個adc的interrupt to nvic 當然就是看你的轉換結果出來之後 它就會轉換出來 就變成這個eoc 就是end of convert conversion 做完之後就可以產生interrupt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它可以做interrupt 也就是說各位可以請它去轉換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再設一個callback function 等它轉完之後它interrupt你 你再把資料從 digital data從data reach裡面讀出來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各位就可以進行定期的轉換 那定期產生interrupt 你可以把定期的資料搬回去 所以這是interrupt的部分 另外就是會有DMA 它也會產生DMA的訊號 所以這個資料可以請它自己搬到某個地方去 這也是另外一個各位 可以透過這個adcconfig的情況這樣子 所以就各位而言 各位就是找到一個適當的pin 通常是analogpin 把它接回各位要取樣的東西 可能是聲音 基本上是電壓 電壓可能是聲音大小造成的 電壓溫度造成的 看你各位sensor是怎麼做的 所以各位要找到類比式的sensor 接到這個pin裡面去 就是各位這個adc的pin裡面去 然後設定這個register 控制器控制它 請它做什麼樣的轉換 接下來就等它轉換結束 然後把資料讀回去 看你是要不斷的輪詢 問它有沒有轉完 或者是等它轉完之後跟你講 這些都是不同的adc的設計方法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板子上面 提供給各位的一個adc的轉換器 它的整個硬體架構的樣子 那各位等一下就會學習說 我如何來控制這個原件 然後如果利用這個原件 來幫你做這個所謂的 類比轉數位的動作 那這個圖是更細部一點的圖 就是說 尤其是綠色的部分是要標註說 各位一般來說 簡單來說 你要怎麼樣去設計這個動作 那我們特別把硬體的部分 把它整理出來 還有軟體的相對應程序整理出來 那這個範例裡面呢 我們其實是要請它轉換這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是類比的溫數計 跟各位前一陣子做的數位的溫度計 是不太一樣的 類比的溫度計 那這個溫度計呢 config進來之後呢 你會有一個timer來驅動它 你定期會產生這個溫度計的取樣 當然你還要餵給它一個clock 那clock進來讓它會動作 那加上timer的產生 它就產生取樣 取樣就可以把這個溫度的轉換 轉換到它這個16位元的這個register裡面去 那同時產生兩個訊號 一個是DMA的訊號 一個是interrupt的訊號 用來通知使用者 它轉換結束了 所以就硬體的部分呢 就有些設定的動作 包含就是你要確定溫度計是開著的 你要config ADC是開著的 你要config你的timer 讓它產生一個你所想要的速度 然後這時候呢 ADC就會轉換你的外部的類比電壓 然後儲存轉換的結果 到regular data register 也就是這一塊 那接下來呢 它會產生一個DMA request 然後呢 DMA就會把資料搬到 如果你設定DMA的話 就把DMA的資料搬到某一塊memory去 然後呢 同時產生一個interrupt 然後你的interrupt如果有handle的話呢 再去相對應的這個interrupt handle裡面 去看對這個資料怎麼做處理 這是有關硬體的這個procedure 那軟體的procedure呢 基本上就有下面幾個動作 一個呢就是它可能需要校正這個sensor 因為呢這是一個類比轉數位的動作 所以裝置呢必須要知道 什麼才是0 什麼才是這個6535 它需要一個校準的動作 通常是電壓跟數值校準的動作 那有時候會有不小心會有些offset 就它的0呢其實就已經是多少了 所以通常需要一個校正 那校正的話基本上就是給它一個固定的結果 問它轉換出來的結果對不對 那如果對的話呢就OK 不對的話就要把那個offset把它撿回去 所以這叫collaboration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個example來 collaboration這個sensor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各位等一下下達指令 它就會collaboration了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你可能會需要去平均這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因為有些時候呢 這個類比轉數位的資料呢 這個類比資料本身呢是會動盪的 你在sample那瞬間的結果可能是一個動盪值 所以如果你sample太多的話呢 取樣很平凡的話呢 就會看到porting會有很多所謂的noise 這時候你就需要透過一些數位的方法 做denoise的動作 各位在訊號系統應該有學過 怎麼去把一個訊號的noise把它拿掉 把它filter掉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各位可以做些後續的處理 那在數位的domain 就是已經轉成很多數字了 把一個波形轉成很多數字了 那各位就可以用數學的方法呢 來幫這個資料呢 做很多的動作 包含denoise啦 包含做這個compression 或者是encryption 甚至於把它編碼加密這樣子 那這個資料在類比的事件裡面呢 就比較不容易處理 所以通常是在數位的資料裡面 就比較容易壓縮傳遞 好這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整個我們的ADC在硬體的 上面的這個結構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步一步來學說 那我今天講要操作這個ADC的話呢 我到底要寫什麼樣的程式 有哪些register 我是想要需要控制它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STM32這個板子呢 那總共呢有三組的ADC 其中ADC1跟ADC2呢 本身可以同步做取樣 我們叫duo mode 那每一個ADC呢 它轉換的速度呢 跟每一次轉換的值呢 它是幾個bit的resolution呢 是可以被config的 所以你可以config它 每一次取樣轉換出來的數值呢 是介於0到2的12次方 還是0到2的14次方 還是0到2的8次方 或是0到2的6次方 那當然你的這個值越多的話 代表resolution越細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每次取樣 但自然量就變大 對不對 可是呢 單位值裡面所帶來的意義呢 就是基本上更細就對了 它的解析度會更高 所以你會把質量取得更完整 或者更細一些 這叫做resolution 這叫做解析度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它的取樣頻率 這叫sampling time 或sampling rate 你單位時間內的取樣越高 代表你單位時間內 產生的轉換資料更多 代表說你每次轉換出來的這個 你等於是把一個porna切得更細了 所以有更高的resolution 有更高的sampling rate 代表你的 單位時間所產生出來的 ADC轉換出來的資料會變多 那代表你的資料的失真就越少 那你怎麼樣請它轉換呢 有兩個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 透過軟體的設定 請它進行轉換 或呢 你可以透過硬體的方法 trigger 請它進行轉換 那轉換的過程當中呢 有分不同的模式 等下我解釋 什麼叫做不同模式的轉換 它分成單通道的轉換 和多通道的轉換 和一次性的轉換 跟連續性的轉換 這幾種不同的模式 讓各位知道一下 什麼叫做取樣頻率 這是原始的坡 你做高速的取樣 也就是每個取樣時間短的話呢 代表你單位時間能取樣點很多 代表你的資料在重建的時候呢 它失真就比較少 那如果你把取樣的速度變慢的話呢 它可能就有些坡呢 就失真了 這是為什麼做高取樣 中取樣跟低取樣的現象 那你會說 那既然你會失真 為什麼不就越多取樣越好呢 那就是一個資料量跟 這個quality的問題 假設你的資料量 資料的頻率 變化的頻率不是很高 那你用一個很高的取樣 其實對你來說 最重現坡型上來說 也沒什麼幫助 因為本人坡就久久才動一次 那這時候你其實對於高速取樣 只會增加資料 並不會增加資料的頻值 那另外就是呢 到底一次取樣代表值是多少 我們的值呢 是類比的 你要把類比這個值呢 轉成一個數位的值 你就要問說 你用幾個bit來記載這個值 那這個值如果越多的話呢 代表這個階梯的陡度 陡度就越小 代表你會重新繪製這條線的 精準度就越高 所以這個叫做resolution 這個叫做resolution 這個叫做sampling rate 一個是橫坐標的 x軸的 一個是y軸的 基本上是這樣 你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用多少的位元數來記載 每次的轉換結果 那我們剛剛講 除了sampling rate 跟sampling resolution之外呢 另外就是 我們的SEM32呢 它允許你有各種不同的取樣 轉換的方式 那最簡單的呢 就是 簡單就是說 我針對第幾個外部的通道 那所謂的通道就是各位接著線 各位可以拉一條線到AIO的某一個pin去 所以我要取樣這條線 那這條線的電壓 我就把它取樣回來 所以第一種方法就是我取樣 這一個點 只取樣一次 這叫做單次性的 單一通道的取樣 所以你取樣一次 那下一次呢 就再取樣一次 那再一次呢 再取樣一次 這叫做單次性的取樣 一個通道的取樣 因為它只有三個ADC嘛 可是卻有16到20個 不同的ADC的channel 代表各位可以接好幾個input 然後同時 對這四個用不同的速度取樣 這叫做 這個這叫做sequence的取樣 所以就像是這個 它可以取樣157 那你每個157 接不同的電壓源 它可以取157 157 157這樣取樣 所以它可以同時取樣 用同一個ADC Converter取樣 三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這麼多個 這個input的源 這叫做multiple channel的取樣 可是這也是一次性的取樣 就是它取樣一次之後就結束掉了 第三種類型呢 就是你做連續性的取樣 就是你取樣完之後呢 定期就再取樣 就再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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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取樣完之後呢 就把資料呢 放到你的Data Regist 裡面來 那如果你下一次來不及把它拿走 而是它下一次轉換之後才拿到的話呢 你可能就拿到下一次取樣出來的結果 它就不斷的 就取樣放進去 取樣放進去 取樣放進去 就看你什麼時候拿 你永遠都是拿到最上一次的取樣結果 這叫做連續性的取樣 那當然最終就是可以做連續性的多通道的取樣 就是最後一種這樣子 那各位是可以設定它的 你可以透過ControlRegister去設定這個ADC 看它是做什麼樣的性質的取樣 這個是這個ADC的轉換它的方式 那跟ADC有關的Register也是一樣 它ADC也是一個周邊裝置對不對 那根據我們之前的講法就是 但是只要是周邊裝置呢 我們的SDM32就會留一段的記憶體的Register 給它 就留一段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讓它來做設定的動作 它會映射到你的一些重要的Register裡面去 所以各位可以猜到就是 某一段空間又被保留下來 用來做ADC的這個周邊裝置的設定 這一堆記憶體裡面到底有哪些Register 有哪些重要的這個東西呢 我們常常講不外乎就是Input 不外乎就是Output 不外乎就是Command 不外乎就是Status 就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跟ADC有關的 各位之後必須要設定的 這個ADC有關的東西 是哪些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 ADC轉換結束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狀態 比如說EOC End of Convert 或者是呢 Interrupt狀態 所以它會有一個Register 專門用來記載 你的ADC的Interrupt 跟Status的情形 這叫做ADC的ISR Interrupt and Status Register 也是佔一塊記憶體 各位可以透過讀這個記憶體 來判斷目前的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ADC的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是Enable它是Interrupt 你可以Disable Interrupt 這是一個Enable Interrupt的Register 然後另外就是會做 Control Register 你要控制它 到底什麼樣的一些設定 等等之類的 這叫做ADC的Control Register 啟動它 停止它或什麼之類的 第四個呢 叫做ADC的Configuration Register 因為它做設定用的 設定這個ADC的狀態用的 再來就是ADC的Sampling Time Register 用來告訴它說 我要你多少時間做完轉換的 叫Sampling Register 再來呢就是ADC的 Regular Sequence Register 這個叫SQR 這個是用來設定 到底有哪些Channel 我同時要看的 如果你今天要看五個Channel 看八個Channel 就會必須要用這個Sequence 這個Register 用來設定它 到底你是要看 同時看幾個Channel 這個是用來做 這個Multi-Channel Converter的時候用到的 然後另外就是 RDR 就是各位這個DR Data Register Data Register 就是轉換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把這個轉換出來的結果 它會把它放到這邊 你只要讀這個ADC的 這個第幾個ADC的這個DR 就可以讀到轉換出來的結果 另外呢就是會有 一些Collaboration 我們剛剛講一下 它有一些Collaboration的Factor 它會有一些校正用的這些參數 然後另外就是有些Differential Mode的 Selection Register 這是用來做一些特殊狀態設定用的 所以有這麼多的Register 各位會用的到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講它其實就是 有一些它的格式 還有它的weight 那這個是我們更進一步說 在每一個Register裡面呢 它會有一些bit 那這些bit呢 可能它等一下會用的到的 這些bit 因為大家知道這些register嘛 可能8個bit 16個bit 32個bit 那有些bit很重要 有些bit比較不太會控制它 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每一個Register裡面 比較重要的bit 比如說包含 比如說像我們講 這個interrupt and status register 就會有所謂的EOC End of Conversion 就是完成轉換 或是End of Regular Sequence Flag 一個sequence 做完convert的時候就結束 然後就是ready ADC已經ready for Convert了 它會跟你講這個ready 另外還有什麼collaboration 請它做collaboration 然後呢 請它做這個轉換 請它停止轉換 都可以在這個CR裡面做控制 那configuration的話 轉存的結果是向左對齊 因為它畢竟是16個bit 可是它可以從6、8、10、12都可以轉換 所以你可以跟人家講說 我向左對還是向右對 然後呢 還有就是它sampling 的time 還有它sequence 你要怎麼樣 你有多少channel要來轉換 然後呢 還有就是你的data結果 最後還有你的collaboration factor 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 在這麼多register裡面呢 一些內部結構裡面呢 比較重要的 各位可能要用到的東西 除了這個data register之外呢 各位還要知道 這個register裡面一些format 知道怎麼去設定它 最後呢 這些東西當然就反映到 就是各位的這個記憶體 各位可以去找這個 原來的這個user menu 就會找到就是說 到底哪一個位置上 放哪一個變數 這邊是放哪一個register 然後這個register裡面的結構 長什麼樣子 等一下你要設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設其中的bit 來達到你的設定的目標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各位 會用來操作ADC這個converter 會用到的所有的變數 register control的變數 control啊 Status啊 狀態啊 等等這些變數 那我們知道 它就是在一些位置 然後呢 有些格式 然後呢 各位在找這個user menu 就可以知道它的樣子 那接下來就在使用它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怎麼操作它 怎麼使用它呢 第一個當然是剩下的clock rate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 它一定要有個clock rate ADC 本身要吃clock 那這clock來源 可以從AHB來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地方 PL來 所以各位有 不同的來源呢 可以對它 產生這個 對ADC的這個clock 那你可以先對它做一些 ADCclock的除屏 這個可以寫在各位的 這個control裡面 就是說我要對它除屏 就是各位降 ADC的這個速度的頻率這樣子 所以這是各位 幾個可以用來設定 ADC的這個clock source的這個做法 那設定完clock source之後呢 ADC本身要吃clock source 那吃完clock source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說 我到底有多少個channel 要把它拿來做convert 因為我們剛剛講 它可以是單一的 也可以是一連串的 所以各位可以選擇 最多有19個 各位可以用一個ADC convert 19個channel 的結果 那每個都要設定 是哪一個 哪一個要看哪一個 哪個不要看 所以各位需要設定 那我們知道這19個裡面 其中有16個呢 是來自於GPIO的 所以各位必須要把GPIO的 某一個pin呢 跟它講說呢 我要把config成analog 然後我要變成 我的這個input channel 所以記得要 先把它做analog設定 因為我們的GPIO有分analog 和digital 那有些GPIO有analog digital的dual mode 有些只有一個 所以這個19個裡面的哪 16個是可以做GPIO 用來做input用的 各位要查一下 這只有那幾個才可以用 用之前一定要把 透過GPIO的configuration 把它config成analog 各位才可以當作analog來用 因為它會 才把電壓轉換給這個ADC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用ADC 第幾號ADC的這個SQR 就是它的Sequence的方法 來選擇到底有幾個channel 你要來看 因為我們剛剛講 一個ADC可以轉換很多個channel 所以說我一圍要看 二圍要看 三圍要看 那一圍要用什麼速度看 二圍要用什麼速度看 三圍要用什麼速度看 所以你不但可以設定 哪幾個你要看 而且你可以單獨對每個channel 設定的是哪一個sampling rate 所以那個ADC其實是蠻厲害的 所以ADC本身 因為它吃的clock 遠快過這個 你要給它的取樣 所以基本上 它可以同時做很多的轉換動作 那就是各位的轉換 各位可以設定 ADC1 ADC2 ADC1的第一個pin 多少pin 你可以config它 到底你要 讓你拿幾個GPR的訊號 成為ADC的input 再來呢 我們講 先給它clock 然後呢 再問它是你要哪一個sequence 那再接下來是什麼 你的sampling time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叫SMP的register sampling的register 的值呢 用來設定說到底呢 它的ADC的clock cycle是多少 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要求你多快速度轉換 最快可以到2.5個clock cycle 最慢呢 可以到640.5個clock cycle 就看你轉換的資料量 轉換的速度是要多快 那就是各位不同的設定值呢 它的結果 那這個sampling rate呢 除了本身會有占一些ADC的轉換之外呢 那還有一個rate呢 就是你的sampling time 你的sampling time跟你的轉換 就決定了到你單位時間內 可以取樣幾次 以及每次取樣呢 需要耗時多久的這個纏數這樣子 再來呢 就是要問說 你是什麼樣的模式 我們有分成一個channel 跟多個channel之外呢 還要分你是一次性的轉換 還是連續性的轉換 那單一的channel可以 多個channel也可以 單一的轉換 多重的轉換之外呢 還有這個連續性的轉換 跟這個一次性的轉換 那插什麼地方呢 就是插在說 你轉完之後呢 是不是就停下來不轉呢 如果你是連續性的轉換的話呢 就轉完之後呢 會繼續再轉 繼續再轉 繼續再轉 那你永遠再去拿 就拿到那個 最新一次被轉換的結果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根圖就比較清楚 那這個圖裡面呢 總共是做了四個channel的取樣 分別是一 九 十 十 七 這四個channel的取樣 做一次性的轉換 是做多通道的一次性轉換 綠色的部分呢 是電腦軟體下的指令 說我叫你轉 黑色的部分是硬體做的指令 就ad star就是 adc convert star 我叫你轉 然後第一個channel取樣 第二個channel取樣 第三個channel取樣 第四個channel取樣 那取樣完之後 把結果放在d1 for channel 1 for channel 9 for channel 10 for channel 17 這樣完之後呢 就進到ready 就是end of conversion conver結束 然後呢 conver sequence也結束 那這就是一個 一次性的轉換 那等到你下一次在轉換的時候呢 再次讓你啟動之後呢 再一次第一個通道 第二個通道 第三個通道 第三個通道 第四個通道 end of sequence 然後每次轉換就是end of convert 轉換一個 轉換兩個 轉換三個 轉換四個 這樣把它轉換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每次轉完之後 就要去讀這個資料才會讀到d10 第1 第2 第4的資料 今天轉換完之後都不管它的話呢 你收到的資料很可能是最後一個資料 最後轉換出來的結果 這就是多通道的單一性轉換 也就是說呢 你各位是用了四個通道 然後呢 這個轉換完之後呢 你就停掉了 你必須自己再下達 這個ad star的動作呢 請它再轉換一次 不然的話它就不會再轉換 這就是所謂單一性的多通道的轉換 那如果一般我們最常看到的是 單一性的單一通道轉換 代表說各位轉出來的結果是d1 那沒有9沒有10沒有17 就是轉了一個出去的這樣子而已 這是單一性的轉換 那這個呢 就是各位的這個多通道的 連續性的轉換 那也就是說各位 各位做這個ad star之後呢 因為它就不會停了 它19 10 17 19 10 17 它就一直在做 除非各位下達ad stop的動作 不然它就一直轉換 所以各位裡面放在這個adc的dr裡面的資料 就一直被更新 一直被更新 一直更新 從0 從19 10 17 19 10 17 一直到各位停到它為止 這就是多通道的 因為它取讓了19 10 17 那連續性的 所以它19 17完之後 就繼續再做19 10 17 一直到你n stop為止 這叫做連續性的多通道轉換 那一般來講 看各位使用的情形 各位就會必須選擇是 單一通道的一次性轉換 單一通道的連續性轉換 多通道的一次性轉換 或是多通道的連續性轉換 這四種不同的mode 這叫做mode 但最後呢 你要取樣它的這個解析度 你要跟他說 我要幾位元 我要你每次轉 就轉16位元給我 轉10位元給我 轉8位元給我 轉6位元給我 那你請它往右擺 或往左擺 擠在各位的16位元的register裡面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 config它的resolution 從6、8、10、12 轉換的結果 放在16位元的dataregister裡面 可是你可以選擇 它是往右擺 還是往左擺 它前面是補0 看怎麼做 你叫它轉完之後 它就轉了 就轉了 轉完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signal 叫做EOC 叫End of Conversion 各位就可以看這個EOC的flag 來判斷它轉為沒有 轉完的話 就可以各位去 ADC的DR dataregister去讀出來 這樣子 那沒有轉完的話 就不行 就不行 各位可以用pooling的方法 去看EOC 有沒有被config 有沒有被射 射成轉完了 或各位可以 co-interrupt 來呼叫 各位轉完之後 該做的動作 我們剛剛大概就把 ADC的操作的步驟 跟各位做個介紹 從硬體的架構開始 再跟各位說明 軟體上 各位要怎麼設定它 包含什麼clock mode sampling的resolution sampling的ray 這些東西 還有sequence selection 使得不同的input 成為ADC轉換的目標物 這就是基本上各位要去做這個 ADC的前置動作 把它設定完 讓它可以進行取樣 接下來就叫它開始取樣 AD start 取樣之後 它進行轉換 把轉換結果放在ADC裡面 ADC的DR裡面 然後看是co-interrupt給你 還是你自己去檢查EOC 有沒有被射起來 它不可以在deep power mode底下做 所以它必須要在wakeup底下做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wakeup起來 接下來把ADC打開來 然後接下來就把設定動作把它設定完 最後就可以做AD start 給各位看幾個example 大概兩三個example 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各位要寫program 去config各位的ADC 那各位的期末裡面 我看到很多用ADC的 比方說聲音的 錄音的 那各位就需要用ADC 所以有些光度的 亮度的 那可能也需要一些ADC來判斷 有沒有很暗 或者不暗 那等等之類的 所以各位應該有蠻多機會 會用到ADC的轉換 那我們來看一下層次要怎麼寫 那首先呢 它就是把ADC的clock就放進去 rc的clock然後divide by 2 它做除頻的動作 把它設定成ADC的clock 然後再把ADC的clock1 把它enable起來 那就是設定clock的圓 然後把clockenable起來 所以這兩個層次寫完之後 clock就會動 這個ADC就會動 那接下來它設定system tick 這個config system tick 所以它故意去產生一個 system tick的interrupt 我想各位在前面幾個時間也做過 就是你產生一個system tick的interrupt 然後接下來進到infinity loop 去做一些等待 那我猜它可能就是在system clock的裡面 的callback function裡面去做取樣 每次進來就取樣一次 每次進來就取樣一次這樣子 大概層次是這樣寫的 所以你會期待說 等一下會一定會有一個取樣 那這邊有少寫 就是它的整個ADC的設定動作 那怎麼設定呢 大概像是這樣子 首先你要做collaboration 如果你覺得collaboration會有需要 你需要更準確的值的話 那collaboration是最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設這個GPIO的C 把GPIOC的clock打開 因為GPIOC是ADC的converter input裡面的 最主要的來源 所以各位把GPIOC打開 顯然等一下就會把GPIOC的某一個pin 把它拉進來當成是你的voltage的source 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就做GPIOC的mode的config 就把這個GPIOC的channel7 把它config成analog版本 所以很明顯前面兩個程式 是把PC1也就是ADC的channel7 把它config起來 讓它成為各位ADC的source 就是PC第七個channel 它是PC1 這個pin 那各位就把PC1接一個analog input 那就可以取到這個analog input的這個結果 介於這個看等一下是多少解析度 0到2的n次方 n等於6、8、10、12 那後面這段程式就是做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的目的就是讓ADC去校正 到底它0是不是0 4096是不是4096 確定它的轉換的精準度 所以這邊就做一些設定 包含CR要做Average Regulation Enable 然後要做什麼Single End的這個input 然後Start ADC的collaboration 然後讀值 讀到結果之後 再把這個collaboration factor 讀到這個collaboration value裡面來 就是做collaboration的動作 那這動作做的話 就會失去一些準確性 一般來說都會先做一下 來判斷這個資料的準確性 後面才是真正要來做設定的動作 包含它設定說 我是一個continuous的convert 所以等一下它就不斷的轉換 我們剛剛講有分單一次的跟連續性的 它就做連續性的轉換 所以等一下它轉換之後就一直轉 不管你拿不拿的資料都一直轉就對了 第二個就是它用12bit的data resolution 來記載每一次的sample出來的結果 然後它做右right data alignment 向右邊靠 因為它16個bit 它往右靠起 靠12個bit出來 接下來它說的sequence是什麼 它sequence是做007 就是做channel7的取樣 然後它的取樣速度是7.5個ADC的clock cycle 然後就把ADC1把它enable起來 然後等它ready 等它ready之後 就用軟體的方法請它做ad start 請它開始做轉換 接下來它就開始做不斷的轉換 因為它是continuous mode 所以它不會停 就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好 那你只要去看 它這個EOC 一旦設定的起來 代表轉換結束之後 就馬上把這個DR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把資料秀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連續性的 單一channel的轉換 轉換PC1 也就是channel7 它的這個結果 各位就不斷的可以拿到 放在PC1上面的電壓 是多少 介於2的0次方到2的12次方 這個解析度的情況之下 然後它的轉換效率 轉換速度就是7.5個ADC的clock 這個cycle這樣子 這是一個常見的光明電阻 各位應該也用過 它就是說它的遮光 會產生電阻的差值 如果我們把它加 適宜一個電壓的話 它的電阻值 就會隨著你的零暗的程度 做改變 比方說 你現在都給它照光 它是1.3的電阻值 那你把它遮住 就變成6.3的電阻值 基本上 這是一個光明電阻 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 到底它的光亮度 是多少的話 那很簡單 就是你把這個東西 跨壓在你的PC1底下 然後形成一個 這個0到3.3伏的電壓差 你就問它說 到底它的值是多少 0就是0 3.3伏就是2的12次方 那它就告訴你說 目前是佔你第幾個比例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知道 到底目前的光亮的程度 是怎麼樣 所以各位看 就是3.3伏接地 然後接一個光明電阻 接到你這個A的 nLock input底下 然後這個nL input 就是取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連續性的取樣 就會取樣出光的變化情形 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 這個ADC轉換的目標 好 那這是另外一個程式 那也是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Main Program裡面呢 就是設定Timer 3 我想Timer 3的目的是為了要設定 等一下透過Timer的Interrupt 來做取樣的動作 然後做一個ADC的Configuration 是Configant的ADC 然後呢 開始拿一個PIN 作為Input 然後去接各位的光明電阻 那接下來進到一個Infinity Loop 就不斷的去Get R 那這個R應該是Get 所謂的DR Data Register 去取樣這個值出來 好 那就可以得到你的 類比轉數位的 轉換出來的結果 所以這個程式就不斷的 去轉換某個PIN上的值 來判斷這個PIN 是不是有什麼內容 那如果各位拿去做 比如說聲音偵測的話 應該就是去把這個值抓進來 如果抓到一個值呢 有連續性的一個高值的話呢 就是說可能現在有人在講話 或者有人在拍手這樣子 因為這個取樣很快嘛 所以你不能只光看一個值 就判斷是有沒有人講話 會有一段連續的值 你才知道說 原來他真的是有在講話 因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Noise 所以基本上 你會做好多次的取樣 取樣都OK了 你才說這是 是個什麼東西 那如果各位要做訊號的處理 比如說想要知道 他講是什麼話的話呢 各位就必須要去對這個R 出來的Array 這個結果呢 去做一些計算 比如說你要判斷 他是在說什麼命令給你 那你的命令的資料 一定會有一些所謂的特徵 那你就只好用 R這個資料的Array呢 自己去做一些後續的處理 想要用聲音來做辨識 其實就是在研究這個A to D 轉換出來的一連串的數字 本身有沒有具有數據上 或者是一些訊號上的特徵 各位可以做一些判斷這樣子 Timer的部分 各位應該是比較熟悉的 因為各位做過Timer的實驗 就是基本上就是把Timer的Clark Enable 然後設定它的Timer的頻率 目前是2kHz 然後它就是要放一些Prescale 然後這個什麼Counter Mode 然後等等之類的 就做Timer Base的設定 然後Select Output 到TM3到Trigger 形成一個Trigger 就設定這個Timer3把它啟動起來 那啟動起來 那我想這個一定會 對這個ADC產生一個Input ADC1的Verifio的Clark打開 打開之後呢 就做Prescale Clark的Input的結果 DMA Disable掉 然後再來是把ADC的命令加進去 然後呢 Resolution 12個bit 然後呢 Continuous Scan Disable掉 所以它是做Single Scan的 然後呢 做ADC Trigger 是上升Trigger的 然後它是用T3來Trigger的 然後它是做這個Data的Right Alignment 就是它資料轉換12個bit 是往右靠的 然後接下來就把ADCInit起來之後呢 就Config它 然後呢 Enable起來 然後就開始做轉換 這個設完之後呢 你的ADC就會開始轉換 然後就問說你的GetR呢 就去讀 不斷的讀ADC的DR裡面的詞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R的結果 所以你看GetR 就把這個ADC的RodeData 把它取樣回來 然後就取樣出這個R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類比轉數位的系統 包含有硬體的怎麼接 我們怎麼接 我們怎麼樣把類比的訊號 接近我們Aerlog的Input裡面去 以及我怎麼樣去寫這個程式 去Config我的ADC的Converter 讓它可以按照你的需要 去做轉換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也是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它先做一些ADC的設定 然後設定完成之後呢 才可以做資料的取樣 這是Configuration 就是Configuration完之後才做STAR ADC 然後把這個資料的DR取回來 這兩個是另外一個程式 只是給各位做幾個程式給各位參考 所以說各位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ADC的設定 那這大概是我們在這門課裡面呢 交給各位最後一個Io的裝置 所以從一開始的GP Io 一直講到ZeroPole I2C 那一直到這個UART 還到現在講的ADC的這個Convert 這大概就是我們要跟各位 在這學期裡面介紹所有的Io的部分呢 大部分就是到這邊結束這樣子 那很多Io的細節呢 跟設計的方法 我想各位在過去幾個實驗 應該也開始學會說 如何去查這個Menu 知道說哪一些Reached是用來幹什麼 當然我知道開始有很多同學呢 已經學會說 如何用Library的方法來寫作這些程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會跟各位講說呢 各位從一開始用Assembly來寫這個程式 寫得非常辛苦對不對 用Assembly寫好辛苦好辛苦 後來改成C的其實還是蠻辛苦 慢慢呢可以在Assembly上面有C C上面還有一些韓式庫 那韓式庫上面還有更方便的工具 甚至還有一些很棒的Middleware 新的Programming Language跟環境 比如說各位熟悉的這個 可能各位有做過Adreno像這樣的環境 那這些東西如何基於這個Assembly 跟基於C怎麼被一層一層疊起來的 那我們要給各位學習一下 說原來有這麼好用的東西 那各位就是說 那為什麼不早點教 為什麼第一堂課就教Adreno 就結束了 為什麼要一開始教Assembly 就教C 都快痛苦了 大半學期才告訴我說 原來一個韓式庫一扣就好了 我想這個課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各位了解 這些很方便的韓式庫的後面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設計韓式庫給別人用的 我們不是用韓式庫的 這東西不太適合用韓式庫 是寫韓式庫給別人用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告訴各位說 這些東西我們怎麼樣包裝 讓別人更好用 怎麼包裝這些韓式庫 所以接下來幾堂課 我要告訴各位說 如何基於我們過去 大半學期學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把它一層一層疊起來 讓使用者更方便 用一些簡單的方法來操作它 怎麼樣來用方便的方法 協助別人方便使用 像這樣子的一個控制板 我們之前學的這個Assembly也好 或者是C也好 都是用一些比較低階的方法 就很直接的控制我們的控制板 這個當然對學習原理來說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你知道哪些address 哪些register 怎麼control它 等等之類的東西 這是比較detail的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對於你如果要拿來做應用的人來說 他就覺得非常困擾 因為他光要把一個 timer config起來 可能就要寫個三次行程式 他覺得這個蠻沒有效率的 所以因此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的程式 把我們一些程式做一些包裝 然後讓使用者覺得比較好使用 在開始跟各位介紹怎麼樣才是好的包裝之前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各位跟這個板子也相處了好幾個月這樣子 也用了很低階的方法在控制它 也開始學會用C來控制它 我要問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使用者 那我相信一定的人 大部分都是不喜歡用這個環境的對不對 非常非常detail 如果你是一個使用者 你期待你的板子給你什麼東西 你會覺得你就會開心很多很多 圖形化介面對不對 最好拉一拉拉一拉拉一拉 砰就出來了這樣子 對不對 圖形化介面 圖形化介面是只是 是寫程式還是指設定 timer 拉過來 double click 我要3 然後clock rate是多少 用填了就好了 填完之後按f9就會產生binary這樣子 OK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很同意 有這個的話作業都不用寫了對不對 就拉一拉就好了這樣子 還沒什麼需求 wish list 你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有人幫你寫的話 你會很希望有這種功能 剛剛那個是很實際嘛 我想大家都點頭說 這個我有需要 還沒什麼你覺得有的話會很棒 就是說假設我現在看timer 3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類似工具 就跑出來告訴我說timer 3 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設定怎麼設 那這就是像是比較好的help 你help 可是他會很快幫你找到你要的help 不然的話搞了半天help都不是help 都是trouble這樣子 讓你更不知道該怎麼設定 好的這個help的工具 事實上已經有些工具是可以 你一邊寫程式 一邊才算你會需要什麼help 然後當你問help的時候 他就跳出來 就正好是你要的 因為他一直在偷看你寫程式 他就知道你哪邊可能會有confuse這樣子 如果各位有興趣念研究所博士班的話 就可以研究一下 你怎麼樣可以一邊看實用者寫程式 然後用大數據的方法 知道他哪裡是 他大概是想要找什麼問題這樣子 這個help也很重要 還沒有什麼別的 除了圖形化工具 可以做configuration IO 然後help之外 還沒有什麼東西 其他的library這樣子 那你說其他library是指說在算法上 還是指在控制上 有些人說我想要一個library 就是import一個440的keyboard library 就可以直接get123456789 信號加減乘除這樣子 這也就是這種library 就是說你有一個4乘4的keyboard 0123456789 還有加減乘除 有些人是說我可以import一個library 就直接把那個都學好了 你之前不是什麼 我們要send10000 在讀什麼0001這樣子 那判斷是哪個key 他可以直接impore進來 就直接說 我就是要這個library 做440的keyboard 然後我要get1 get0 get加 get減乘除這樣子 所以你說的library 是指類似這樣的library嗎 OK 所以就是說 你有一些well-defined的driver 比如說溫度計 就叫import溫度計 然後他就可以告訴你 get temperature 然後set resolution 這樣就可以 很方便來做它這樣子 所以這是更多更多的library 最好是有sample code這樣 這更好 所以library GUI 剛才說一個很好的helper 還沒什麼東西可以 覺得會幫助各位寫程式的 可以直接output出來 debug 因為大家不喜歡 用那個ID做debug debug 還是最簡單的最好用 就可以直接output print 可以print 這也是很重要 等於說 我已經被板子搞我千百回 板子會一直出問題 那模擬器 我可以先做某種程度的debug 如果我的邏輯就有錯 那模擬器就可以告訴我有錯了 那大部分的情況是 模擬器有東西壞掉 我也不知道是模擬器壞掉 這板子壞掉 對不對 應該現在應該有不少人 什麼某個GPL pin 就不能用 那一定要躲過它 對不對 應該有吧 怎麼是它三天三夜了 這不會動 不是你的程式不會動 是它那個pin不會動 那這個就是很麻煩 對不對 可是你的程式simulator 就很重要 可不可以在模擬器上跑 跑完之後再來做這個 板子的debug 這也是一個好的工具 那各位這些需求 其實呢 坦白講呢 也就是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後續的工具的原因 因為連各位資工系的人 都覺得說這樣不好用 那當然我們如果想要做一個東西 給別人再用的話 就更不好用 所以呢 不同的組織呢 就用不同的方法呢 再幫這些 Assembly跟C上面疊床架物 架得很高 目的就是為了讓各位方便使用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幾個 嘗試在做這個事情 那分別就反映了幾個剛剛的需求 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很好的函式庫可以使用 第二件事情是有沒有很好的 GUI 可以幫你做很好的Configuration Config完之後呢 就直接Codegen 甚至於呢 有沒有更好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更好的Programming Style 讓使用者不用去繁星太多 跟板子有關的東西 那等等之類的 這方面的都在做 這些東西做的目的呢 很坦白講 不切成是為了for各位 是for其他人 那做這些人呢 很可能都是資工系的學生 或資工系的研究人員 再負責把這些東西打包好 讓別的系的人 可以享受我們的研發成果這樣子 那第一個呢 我想可能也很多同學已經在用的 就是這個 Sweet Discovery Kit 就是它的這個Library 這是我們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Library呢 主要的目的呢 SD Micro這個公司呢 他當然不希望各位從 Assembly開始刻 也不希望各位從C 一個Register一個Register再刻 他希望幫各位做很多的包裝 比方說 各位很多Control的Register 是不是可以包裝成資料結構 各位只要填資料結構 而不需要填Memory 所以各位只要填好資料結構 然後Config就可以了 有沒有辦法宣告出一些資料結構 讓使用者方便來操作這些Memory 因為他只要透過操作資料結構來操作 所以第一個 資料結構 第二個 有沒有很好的API 這個API直接讓我使用 比如Config GPIO Config UART 幫我把它抽象到成這些東西 然後把原來提供給我的這些Control Register 變成一些參數 所以更多的資料結構來包裝這些控制的位置跟控制的命令 更多的API來幫我驅動這些驅動程式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寫起來更方便 好 所以整個STM3的Library就在做這件事情 包裝資料結構讓各位方便操作Register 包裝API讓各位操作IO 就一個IO控制器或是微控制器而言 這樣子的包裝就會讓專業的人士像各位資工系的人士就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對你來說你就不希望重新去搞清楚 查那些Address 查那些Flag 因為它已經把你包裝完了 如果各位已經有用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主要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硬體之上 它疊了一層所謂的HAL 就是Hardway Obsession Layer 就是一個Hardway Library 把這個硬體的Register跟這些IO的控制 把它抽象化成一堆資料結構跟一堆API 那各位只要操作這些資料結構跟API 就可以達到操作板子的效果 甚至於它把全公司所有的CPU 不同等級的 從簡單的複雜的ARM Cortex M0的到M4的 都把它包成一個樣子 讓各位在轉換這些板子的時候 沒有太多的rework 很擔心就是說 我今天寫這個程式 for這個遙控器 做完之後 我過兩天這個板子 這個IC face out了 說沒有這個板子了 怎麼辦 重寫一個 軟體要重新再寫 因為API不一樣 所以它不希望這樣 它希望能把它整合做 甚至於換一顆IC 就沒有什麼感覺 你程式可能都不用改 只要重新compiler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代表 要給各位看這個Library Library基本上就是宣告一些資料的結構 包含有些資料結構放在 sdm32f4xx.h裡面 所以各位在incoupsdm32 就可以用到很多的資料結構 很多的API 然後呢 如果你需要interrupt的話 就只要透過interrupt.c 跟interrupt.h 就可以來handle 招備方式這樣子 那你自己的application呢 從Main開始寫 然後呢 有很多的Library可以使用 然後呢 很多的呼叫呢 就各位就可以已經可以用了 那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各位就可以專心 focus在各位的應用面上的控制 然後呢 不用去管這個Driver的東西 所以這個呢 就IO的Driving而言呢 這樣子的函式庫呢 我們叫Firmware Library呢 這種Library的包裝呢 常見在很多的微控制機底下 所以不是只有sdm32 sdmicro這個公司在這樣做 很多別的公司也做一樣的事情 目的是省下各位config register時間 包裝API 打包API的時間 然後更讓他可以加速 各位城市的開發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般來說叫做Firmware Library 因為呢 這個程式呢 基本上是由 Main Program開始的 一連串的這個流程 基本上呢 所有的城市流程呢 都是在各位的控制之下做的 也就是說這個Main Program裡面呢 的程式還是各位自己寫的 所以Main Program要去哪裡 如果今天有天當機的 死掉了 那還是要問各位 因為它只是提供函式庫 它的函式庫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有問題就是各位的Main Program有問題 所以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是Firmware Programming 什麼叫Firmware Programming 就是基本上 這個程式開機之後呢 除了跑一扇簡單的Assembly code 開機之後呢 就跳到各位的Main Program去執行 所以各位的Main Program 不管負責所有的事情 如果你發現燈不亮啦 或者是一邊播聲音 燈又閃啦 那這是控制的問題 這是各位自己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這個呢 當然不能完全滿足各位 更複雜應用的需要 因為我們講過 就如果你今天要Handle 很複雜的影音播放啦 好幾個動作會同時進來的話呢 那各位就必須要小心的控制 Interrupt的一些前後順序的關係 甚至於要去搞清楚 到底怎麼去做控制才可以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需要更進一步的 對於工作本身的管理的話呢 很可能你就需要有類似 作業系統的程式在各位的程式裡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之後 再繼續去研究這個 像嵌入式系統啊 下一學期各位可能還有 嵌入式系統實作 那各位就可以感受出來 這個Application Program呢 可能還不足以滿足各位的需求 各位必須把這個Application Program 繼續擴大 有一部分呢 是有一些記憶體管理的程式 也不是各位寫的 也是Library寫的 有一些程序管理的程式 Process Management的程式 那可能也不是各位寫的 有些Scheduling的程式 要控制到底A Program B Program Shrade 1跟Shrade 2 該什麼執行的程式 那就是各位更複雜的 嵌入式系統需要的 所以這個呢 微控制器呢 通常都是指沒有作業系統的 我們叫Firmware Development 那如果你要更複雜的 通常就需要這邊再架很多層的程式 做一些更精準 或是更detailed的Management Memory的啊 Process的啊 Io的Management這樣子 所以呢各位 標準的這個Standard Free For Library 各位就可以開始來使用 我想可能或許各位已經在使用了 主要就是要include這個file 這個file 然後就可以開始寫各位的這些程式 包含API跟資料結構 它會有一些標準的樣子 包含什麼initialize command getflag cleanflag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PVP就是各位的周邊 像什麼GPIO啦 像ADC啊都有 所以各位有很多的GPIO 可以使用 比如GPIO PIN 怎麼config 如果要interrupt handling怎麼做 比如說各位可以透過 SystemInit 去把rc的clock config起來 然後做LED的configuration 做button的configuration 做time的configuration 各位可以特用一些簡單的API 就可以把這個 各位所需要的功能啟動起來 那各位之前是什麼 各位之前是這些程式都要自己寫 對不對 每一個 configuration都要自己寫 現在就是變成 可以透過API來幫各位完成 所以你看各位要config GPIO PIN的話呢 就可以有 它這個mode有這麼多參數可以使用 看是input啦 還是output啦 還是autonative function 還是analog 剛剛同學有問 analog input 然後呢 input或output 然後push pull 或是open drain 然後速度是多少 pull up pull down 這些東西都是各位之前呢 還記得嗎 各位之前都是自己寫的 那現在會有些資料結構 跟定義的變數 各位可以直接assign 那就方便很多 那或許各位問我說 那為什麼 我們早就知道 我們的函式庫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不早點跟我們講 就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了解最底層的 慢慢再來堆疊這些函式庫來使用 那GPIO就是可以做configuration 很多都可以 clock也可以config interrupt也可以config 就很方便 這網路上可以download很多很多的example code 那我特別download了一組example code給各位看 那也就是讓各位大概知道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各位把這個library include進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各位的LED 各位把這個code介入出來之後呢 這些都可以去看 像LED啦 Button System Clock PWM有做馬達的 SPI Interrupt USB 還有什麼RTC 等等之類的 ADC 像我們這次ADC 那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個program出來之後呢 會有一個這個叫 叫startup STM32.s 那這個program呢是 各位 最後編譯完成之後 一開始執行的程式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講 就是各位開機的程式 開機的程式不是man 開機的程式是這個startup.s startup.s 是板子開機的第一個程式 那做什麼事情呢 就如同我們之前跟各位介紹的 它其實裡面呢就宣告了一堆的vector table 還記得嗎 vector table 把它在哪邊呢 擺在vector table 在這邊 這裡 就是各位的vector table 那vector table 可不可以看清楚一點 這是各位的vector table 那vector table 它這會把它compile完之後 會把它變到 程式的這個前面幾個byte 其實都是一堆的address 一些address 那這些address 會把它燒到各位的地體裡面的 一開始的地方 所以CPU開機之後呢 就會去找它的vector table 然後勾出去執行 那最重要的vector table 就是各位的resetvector table 就resethandler 就開機之後呢 它會去找第二個 0x000004的地方 把這個四個byte抓出來 那就jump過去 就jump到各位的resethandler去 就是重開機的意思 就是你電腦重開機之後呢 它就跳到這個resethandler去 做什麼事情呢 就跳來執行這個程式 就是各位的resethandler的程式 這就是在描述各位在 還沒有執行各位的main program之前 電腦開機之後 執行的一段程式 做什麼事情呢 它其實就是把一堆資料 從rom 從各位的eprom 或是各位的non-flash 把它搬到各位的rem裡面去 搬到rem裡面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資料這個程式啊 變速是要獨顯的 所以要把這個data register data segment的資料 把它搬到srem裡面去 接下來就可以操作這個 裡面的資料了 然後就做零袖 data copy 然後copy完之後呢 做copy data 然後最後呢 先嘗試的把一些BSS 就是brust out symbol 先停成零 所以是為什麼各位宣告一個 變數的array 答案一開始都是零的原因 這邊停成零 停完零之後呢 就call system init 去做系統前置動作 就是把它系統啟動 那最重要事情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做這個 做branch到各位的main program去 所以各位的program 各位的main program呢 事實上是在這個時候才被跳過去 執行的 所以各位的程式裡面呢 有一段呢 是這個段程式 就是.s的assembly code 後面有一段各位的 the main program 可是CPU開機是這樣跳過來 去執行它的start 就是叫reset handler reset handler 最後到很後面的時候呢 才branch到各位的main program去 去之前還去做了system init的動作 那各位可以知道 就這些東西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是電腦開機 最早最早的幾個動作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電腦開機就做這些事情 那你說我們的電腦是不是這樣 電腦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電腦不是有windows的 伸出來就有windows 不是哦 windows也是被這個program 一個一個帶出來的 如果各位對開始有興趣的話 各位如果還沒有忘記assembly的話 各位不妨看一下 這個start.s的call 研究一下到底 它一開機的時候做了哪些動作 那做完之後呢 它就跳到我們的main program去 就跳到這個branch到main去了 這個simple就被連起來了 就從這邊就跳來這邊 跳來這個main 那這個main program裡面 就呼叫了很多的library 包含這個 像rcc ahb-forifio-clock command 然後把rcc的hb-forifio-gpiod 把它enable起來 然後再用stop-type-invent的gpio 然後宣告gpio的structure 然後宣告它是input還是output 然後設定成pin number 然後再gpio-init 然後再把gpio的某一個gpio pin的 這個led的pin的把它set起來 就讓它點亮 所以這個就很簡單對不對 因為各位就沒有看到什麼太多的設定動作 之前我們都請各位寫程式 都是一些設定對不對 一些register的設定 這所以不用設定的原因 為什麼可以做gpio set bit呢 顯然是因為這個程式 幫各位做了很多填值的動作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扣了很多韓式庫 就是說這邊 我們像這個就是韓式庫 這是韓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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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其實是做了呼叫的很多韓式庫 那韓式庫是誰寫的呢 大家去看include file 然後呢 stm32f4 然後點xx 然後這是 沒有 freefuel driver freefuel driver 然後source code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要看gpio 就看gpio的程式 所以這才是各位 剛剛呼叫gpio 什麼什麼什麼的真正程式的位置 所以這是各位的gpio程式 所以舉凡各位在gpio做initialize 做gpio的setting動作 其實都是扣這邊的library 那這邊library做什麼事情呢 各位看一下 這就很多的function 各位可以呼叫 你要看到 這個gpio有什麼 有什麼function可以呼叫呢 各位就可以看 這個.h裡面的 gpio的.h 所以這邊就會告訴各位 所有各位可以呼叫的韓式庫 在gpio相關裡面內容 真正在寫程式的地方 就是在.c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程式可以用 首先呢各位應該會看到很多資料結構 像gpio的mode.define 就分成是in,int,out,f跟an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它對應到就是這些值 那各位再回去看 我們之前在設定的值 就在設這些值 對不對 還有呢gpiooutput 又分成push-pull 然後還有分成什麼 速度25,5,50,100 它的數值 所以這些值其實是幫各位填好了 因為各位可能記不起來 這值是什麼意思 可是各位可能記起來 就是gpiospeed的2MHz 幫各位寫好像pull up,pull down 也是一樣幫各位填好值 set,reset,bit set,bet,reset type 各位的gpio的pin pin1到pin15,pinall 這些變數都幫各位先設好 然後呢 還有pin的source 然後 configuration 如果各位設成autonic function 做tim的input的話 就可以用這些變數來使用 它其實就是告訴你一些設定的值 所以當各位用這些變數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用這個設定值 如果各位不要那個變數 就要自己填這個值 然後呢還有像我們比較想看到的 就是看到這些function code 各位看到 gpioinit 前面放的是第幾個gpio 第幾個gpioibc 它的gpio的structure 然後 第七個structure init pinlock 然後呢 read input bit read input data 所以它不但可以input整個byte 16個bit出來 還能bit其中一個bit出來 然後它可以write bit,re bit 可以set某個bit reset某個bit 各位就可以用這些API來呼叫 它pin的這個authority function的configuration 那這層是怎麼寫的呢 我們隨便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看 這個gpio的init 這個各位可能會常用的 他首先呢 就繼續判斷呢 第一個進來的gpiox呢 到底是第幾個x 是abcd的哪一個 然後這第幾個pin 是什麼mode 是哪一個up pullup pulldown 所以各位只要寫這個 某一個數字 他就重新去查 用assert parameter去查 到底是屬於哪一個程式 然後接下來呢 就用一個pin configuration 來做某個pin的configuration 所以後面就是一些記憶體的操作 大家看到沒有 就是各位的記憶體操作 各位等於是把這些程式呢 把它包裝成一些函式庫 讓各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呢 來config它 那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因為各位就可以直接透過API 各位只要有一個資料 可以查到有哪些API 就可以很快的來config 各位的不同的gpio timer 或等等的程式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把整個package 可以當作下來 那也可以使用它 那這邊有蠻多的這個程式 各位可以看 然後一邊看也可以一邊學 看別人怎麼包裝這些函式庫 各位過去的實驗呢 包含這是LED是我們的GPU input Button是LEDGPU output 然後clock的timer 跟clock的counter的實驗 然後pwn的實驗 然後spi的實驗 interrupt的實驗 然後RTC的clock的實驗 然後還有ADC的實驗 都可以從這邊可以找到 各位的這個sample code 可以來使用 這是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這整個方便各位做程式撰寫的第一塊 就是各位的函式庫 我們叫做Hardway Obsession Layer 下禮拜呢 我們就會繼續跟各位介紹 在這個之上 還有哪些更方便操作的工具 這個方便工具之上 還有哪些更方便的工具 今天我們就大概到這邊 讓各位知道下 有這麼樣的一個 函式庫可以操作跟使用